哎呀 这事是 你打碰你这一壶 白瞎了呀 这白瞎啥呀 白瞎了 真的白瞎了 这就是现实 开玩笑 老妹 伯伯 刚才我说的 你看 你都听到了吗 就说 我可以让你 我们合作 你负责做 我可以负责帮你卖 然后你说你在某一那边 人太少了 没啥意思 我说啥意思吧 就是你来我们公司开播 我给你提供一个 我给你申请一个账号 是你自己的账号 你用这个账号去卖的话 肯定比你在抖音卖的好 懂我意思了吧 而且我这边粉丝量特别大 知道吗 你看啊 来你看一下啊 看我们弹幕滚动速度 来 兄弟们 我就问你们一个事啊 喜欢这个小姐姐的抠一 抠个一 行不行 喜欢的抠个一 你不说别的啊 你又看我直播间 你看你播了那么久 直播间的速度有没有那么快 没有吧 没有吧 是吧 有没有见识过这么快的速度 没有 你知道一般速度这么快的直播间都是什么直播间吗 都是超级无敌 大主播的直播间 你懂我啥意思了不 你看啊 就现在此时刻直播间扣一的 他们都是喜欢你的 知道吗 都是喜欢你的 你这个200多万的人 是真的吗 都是真的呀 都是真实人出来 我这边直播间 200多万人来看我直播呀 这还能给你做假啊 这东西你看这数字又不是我调的 你看这么多人打击了 对不对 全成人 你看你 你看你 会卖的超级无敌好 你看啊 你这这么好吃的鸡爪 是不是 不把他做到做强 你觉得好意思吗 就你直播间的二三十个人 有意义吗 这么冷的天 一个月挣了七八千块钱 有意思吗 是不是 要不然这样吧 好吧 那个妹子 你来我公司直播 我一个月给你一万的保底 怎么样 就是你每天 就是你每天在那儿直播卖鸡爪 就在我们平台直播卖鸡爪 我一个月给你一万块钱 卖鸡爪的钱是你自己赚 然后呢你每天保证开播四个小时 我给你一万块钱 可以不 我们公司在河内面 鱼人码头 别拍别拍 妈 胡用你了 那正常主播会在外面播吗 哎 你是男朋友拍啥啥子啊 你就只是个粉丝而已 你管的这么多吗 就是粉丝才要保护自己主播 不要被骗 啊 你们什么主播啊 这么忙在外面啊 我们户外主播呀 户外主播怎么了 户外主播更没粉丝 你不要被听他们下架 哎 搞不 不是 咱们今天开跑车过来了吗 东哥在路上了 马上到了 把车给我停这儿 OK OK 还有几分钟 十分钟吧 好 十分钟是吧 我不看直播怎么知道他 你要不知道你别瞎说 你说我们直播间里面有人 啊 你说我们直播间里面 有人会出来吗 还有人家确实 拍针子 哈哈 有人你会出来吗 那你也不是从直播间穿越过来的啊 你不是也这么打车或者是自己群手过来的吗 他就跟我直播来的啊 你是在往前爬过来的啊 我直播间里面有人 有这种几个人 让这个老妹到我们那个平台去发展 不好吗 你少胡言好吗 你是不是希望他好 你要是希望你主播好的话 你就支持他自己的决定 好吧 不要去干涉他 不是 你又不是他男朋友 又不是他爸妈啥的 你说你 你能管的这么多吗 你管的太多了吧 兄弟 还是你老公粉吧 你管我什么粉 就是买鸡爪 你这管的也太多了吧 你是 你要跳个平台 对啊 我们可以给他更好的直播环境 你是骗他的 跳平台你跟不跟着去 你跟不跟着去 我跟的是主播是跟平台 啊那你就他唱虎牙 你就来虎牙 知识就完事了 对啊 那去虎牙干嘛 那播了播怎么办 他发展的直播 他能再回抖音呢 是不是 他播什么 他现在几十个人 你觉得很多吗 几十个人觉得很多 你觉得很满意 那你能有几个啊 我知道啥意思 几十个人的话 啊 当绑一别容易 别拍他 你当大哥是不 别容易 你当大哥 你就很有这个优越感 是那意思吗 这个人他很容易当主播 是刷多少钱啊 我的天啊 你买了多少鸡爪啊 你光买多少鸡爪 买的比你多 没你这样的 你有点不理性了 没有 滑子 滑子我这根本啥意思了 啊 主要什么情况呢 他直播间二三十个人的时候 是吧 很容易 他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你知道吗 放咱们直播间咔三千人 五千人 他都排哪个去了 对 这么说吧 嗯 我看明白了 我们在二三十的时候 刷三十就能当保一 哈哈哈 如果来到这边 刷三百都不一定好使 两三千都不一定当保一 对 故意得刷两成万 可是有辆大的 对 对 每次兄弟们啊 车都一马上到 你直播一多少人 刚刚叫的车 我直播多少人啊 你给装一笔 没有 你不管我直播多少人 兄弟咱们这样好不好 说 咱们来对赌怎么样 不是吗 我让妹子 在我们公会 开一个在我们公会 开一个直播间 我今天给他点一万订阅 少一个 我给你一千 怎么样 没有 那我怕你那几十万不够 嗯 我的妈 几十万 哎呦我操 兄弟 你这个 我本来自己觉得你脑子不好使 你眼神也不好啊 他确实是几百万 啊 哎 你不要直播那几个 虾兵蟹帐 几个小粉丝在那里装忧意好吗 啊 哪个假图协不会啊 华子 啊 那啥华子 嗯 这边你买花多少钱 直播店几个人在那里 我五百是吧 五百六十 五百六十 五百我提前给你啊 嗯 好 你弹幕是不是几分钟蹦不出一个的 好这钱一会儿马上到啊 提下来 大哥说话了 哎呀 大哥 说几百块大哥 来来来来 不要拍我 来来来来 真的我来 让你这个经理直播屋 来来来来来来 看一下啊 来 看到没有啊 来弹幕抠起来来来来 来弹幕抠起来 啊 看到我的弹幕了吗 知道啥要弹幕不兄弟 啊 见识过这么这么多人直播间吗 啊 我直播间还没几个人 还没几个人 还没几个人 真的 要不看着你长得像狗布 我跟你讲 我都教育你了 我操 他这个角度看着挺像狗布的 我操 他骂是说话 他把人去走吧 他把人去走 挺像狗布的 他把人去走 他把人去走 差不多 有点像 自个脸 嗯 一会咱们送老妹 就是 送的回家呀 还是送的去公司 啊 没有 先把这兄弟搞那件事 好吧 兄弟们 跑车马上要到 要不要来呀 咱跑车马上到 跑车马上 我先吃一会 再等会儿啊 真的 妹子 就是 这哥们儿肯定说 确实是你老公粉 比较 比较关心你 然后呢 也很正常 好吧 嗯 嗯 就是格局有点小 他见不到你好多了嘛 嗯 哎 兄弟 你 认识张秀明吗 谁 张秀明认识吗 谁 张秀明认识吗 谁 哎 我操 不认识什么主播 不是主播 我说张秀明认识不 是吗 一个人的名字 他可能不认识 张秀明 他不认识不认识 你还像男的女的 他应该不认识 这名字怎么都是女的呢 草名啊 小字名哪个名啊 张秀明 还有女的女的女的 是是是 哎呀 说不清 他应该不认识 应该是不认识 张子怡的张 菜名那名 对 说的也没毛病 哈哈哈哈 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哈哈 没事那个 都10点了 快你回家吧 没事果果 我给你说的啊 你是什么事啊 还是那啊 保底给你开一万工资 然后你今天开播 我跟你讲 我今天保守给你点一万订阅 你要跟我动 你知道一万订阅什么 一万 就是你拥有一万个粉丝 哎兄弟们 我他妈就不今天不服气了 这个妹子绝对开播的话 他能不能长一万粉丝 你能不能安排啊兄弟们 能不能安排 那兄弟这样好吧 我也不欺负你啊 如果说 我能给他长一万粉丝 你当着我直播间里面 叫我一声爸爸 如果我不能 我叫你爸爸 敢不敢来 能不能玩得起 我记得都是可以吗 你就说玩不玩得起吗 一万工资我这样给你 好吗 妹子 我今天我跟你讲啊 这事我干起来了 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你别信他们 你看他们啥态度 肯定是扣来扣去的 你不要信他们 你别一向情愿的 你看老妹自己的态度 刚才他是怎么样 他心里是什么活动呢 嗯 怎么活动呢 我都快给他说动了 这男的 他妈过来擦了一脚 我操了 我刚才快说动他了 妈的 这个男的 管太多了吧 我操了 我买了 你买这么多花干啥呀 我那一 这年轻小伙子这么多 没事兄弟有钱 让他消费 是吧 你还得管着别的消费啊 你一个人能给他刷一万吗 可以刷钱吗 啊 一群白嫖粉的干嘛 我爸 以前 我以前直播的时候 那直播间 就杀人 他妈的 他说你们都是白嫖粉 这老妹如果说开播的话 你们能不能一人给他刷一块钱 我直接口号的 一万个人 一人刷一块钱 你妈家一万块呀 当我来到桶牙之后 当我来到了我们公司 原来我直播间的杀人吧 我来到公司之后 第一天就四个人了 就刚才第一天四个人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不饿 五个人 六个人 七个人 六个人 五个人 四个人 三个人 两个人 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你这些啥条件你不知道吗 为啥没人呢 你不知道吗 因为我长得丑 因为我长得丑 长成这样 我跟你讲去看你 都是做慈善的 我也不会挑小雪猫那块的 你这种形象 正是就是我们这个平台 非常喜欢 非常适合 我跟你说这个真的 我在这都快待三年了 我在这个 真的我跟你讲啊 我不想跟你争别的 老妹 而且你你你你家住北城是吧 我们公司在圆的码头 就是过经病那条过去就到了 这样好吧 你那种主播 我给你安排在专车每天接送你 可以 你别听他说这些 那是假的 好给你安排在专车 每天接送你 其实站上班 一天二十小时随时可以 你安排专车你专车现在立刻到啊 立刻到啊 你现在到啊 你是哪里的 你是广州的啦 你别管哪里的 是吧是呀 我问一下我的专车还有多久 能不能把速度稍微放快一点 我跟你讲这种主播不能信